第十四章 我是什么 我想总的概括一下我们所经历的要去的地方以及终点是什么 这对这个系列的上一次谈话来说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我看来我们的方向就是每一个存有的最终目标 不受任何悲伤所沾染的全面彻底的幸福 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但不知怎么的却失去了这个目标 会失去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够清晰 导致了我们只是盲目的瞄准 只要我们继续盲目 我们就永远无法实现这个全然幸福的目标 有人走了过来说 注意 你是很多事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 停止向外看 向内看 只有在你的内在你才能找到你生生世世所追寻的东西 然后你遇到某位像莱斯特一样的人告诉你 找到你的真我 真我就是你全然的幸福所在 停止在人和物中寻找幸福 那只不过是消除了渴望某样东西所带来的痛苦 这种缓解就是你所说的快乐 快乐是短暂的 因为没被消除的渴望仍然存在 因此它所导致的痛苦继续困扰着你 现在第一步需要你亲自踏出 你必须朝着探寻自己的方向走 并且只有你自己能做到 凡事不能亲自验证就不要信以为真 实践出真知 验证过你就能使用它 这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它是一切科学的科学 这是一种主观的科学 我们必须向内寻求 我们不能把它拿出来 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去研究它 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 在我们真正的生命实存之地去研究 理智在这方面也不管用 理智只能告诉我们去正确的方向去找到它 正确的方向是转向内 让头脑安静下来 然后去体验真理真知 只有通过体验 我们才能获得了物 方法是很多的 但最好的方法是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使用的方法 那就是找到我是什么的答案 这个探寻应该在每时每刻都保持着 而不只是在冥想时 必须整天都这样 当我们正在工作时 无论做什么 在我们的头脑背景里 我们能够总是保持着这个问题 我是什么 直到答案自动呈现给我们 任何头脑能给我们的答案必定不是它 因为头脑是一个有局限的仪器 所有的念头都是不完全的 受限的 所以任何头脑给出的答案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答案到来的方式只不过是避开那种盲目强加于自己 通过假想我们是会思考的头脑与身体的结合体 当念头平息下来 无限的存在就会变得明显 它自己在闪耀 它任何时候都在那里 它只是被限制性的念头所覆盖而已 因此方法是提出问题我是谁 然后安静的等待答案 其他的想法会出现 最大的困难就是让这些想法平息下来 当其他的想法出现 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些想法是对谁的 答案自然是对我 那么我是什么 这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得以持续专注在我是什么 除了提出问题直到我们得到答案之外 一个好的练习是在日常生活中 不要成为一个作者 不要成为一个代理人 只是做一个关照者 养成一种心态 不是我 而是天父通过我在运作 这里的小团体中 已经有少数几个能达到这种心态 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达成的 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 我们越是成为一个生活的关照者 我们越会变得不执着于身体 我们越能回归真我 因此我有两个建议 一个是探求我是什么 二是在生活中不要做一个作者 而是做一个关照者 让事情自动发生 允许生活自由展现 这就是我们在最高状态的存在方式 生活中总会有最适宜的行为 这也是最高状态的特点 我很确信你是知道许多其他的 谦卑 善良 仁慈 坦诚等等 不过所有这些最有帮助的是 不要做一个作者 而是做一个关照者 当真我向我们展现时 会是一个美妙的体验 会感到几乎难以容纳 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将会爆炸一样 因为我们意识到了 我们的全职全能和无所不在 但只看到一次 并不能让我们持续在这种状态中 然而只要经验过一次 除非重新恢复这种状态 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放弃 你将持续努力 你愿意不断地尝试努力 回到那种状态里 下一次你将持续长一点点时间 第三次持续更长一点 直到最后我们一天24小时 都在这种状态中 当我们达到这最高境界 我们不再是行驶走肉 我们知道一切 并且存在于任何地方 任何事情都变得完美 我们像其他人一样 在世间行走 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我们看我们的身体 和每一个其他人的身体 都等同于自己 同样的把每只动物 和每一样东西 都看作我们自己 把一切都看作是我 让我们与宇宙 上帝真我合一 我们看我们的身体 在生活中移动 就像看一个机器人一样 我们让它自发行动 当我们真的不再是身体时 发生在身体上的任何事 都不能影响我们了 就算身体被压碎 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完全的知道 我们不是这具身体 我们知道我们是永恒的存在 永远如此 因此达到最高境界者 是难以与任何其他人区别开来的 他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他可以继续这样过 但他对生活的见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完全无我的 他毫不关心他自己的身体 他对其他人有兴趣 而不是对他自己 他对整个人类感兴趣 他绝对没有任何的小我动机 他的身体将继续在正常的范围内 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通常会失去知觉 像许多身体一样死亡 装进棺材 但这位最初与这身体的连接者 永远不会看到任何的死亡存在 他把整个世界和身体 看作一个幻觉 就像我们晚上在做梦 创造的场景 城市和世界 当我们从这个醒着的状态中 觉醒过来 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事件 是一个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梦 唯一存在过的东西 只是我的存在 绝对的真实 所有的存在 无限 完全的完美 全知 所有的力量 无所不在 好 重申一下我今天想要说的主要的两点 首先 最高的方法是探寻我是什么 当我们平静地提出这个问题时 其他想法出现 问这些想法是对谁的 答案是对我 那么我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正轨上来了 直到我们得到全部的答案为止 那么第二 生活的方式是做一个关照者 不要做一个作者 我认为这已经总结了目前 我想要让你们理解的 对这些有什么疑问吗 提问 不做一个作者 你不计划吗 难道你不做任何正常的事情吗 回答 不 正确的方法是不计划 让它发声 放手 然后你将被直觉引导 而不是通过思考来计划 恰好在正确的时刻 你将会做正确的事 一刻接一刻 提问 有这样一种情况 当某人还没有真正体验到时 他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比如他会说 除非我搬家 否则我会只是待在床上 期间他的房租都没有支付 回答 因此他将不得不搬家 如果我们假装我们已经在那种状态 然而并不在那种状态 那么我们很快会醒悟到 其实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状态 明白了吧 鲍勃 我现在正在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谈 完美的状态下 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 都是在绝对完美的和谐中 这种状态中 你永远不用想 然而每一刻 你都有内在知道 要做的正确的事 每时每刻 你都被直觉引导着 任何事情都完美和谐 现在 如果你不在这种状态 当然你会不得不想 你不得不计划 提问 好 练习中 在开始时 可能事情进展得很容易 然后就会遇到困难 就不得不计划了 回答 肯定是这样的 在最高的境界里 通过知道来做 每时每刻 你只是知道 一种 我就是知道的感觉 那仅仅是一种感觉的方式 是没有思考的 只是 我就是知道它 提问 我从我自己的经验知道 我状态下滑 然后制定一个计划 有时候 那计划很快 很容易完成 有时 我却不得不努力挣扎 才能完成它 渐渐的 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有时 我制定计划时 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然后 我轻易就成功了 回答 知道是关键 你知道 当你说 我知道时 是怎样一种感觉 那是没有任何怀疑 一丁点的怀疑都没有 然后 事情就发生了 这就是关键 这是知道的领域 任何时候 都待在这种状态里吧 能否快速到达 这种状态 取决于 我们渴望它的程度 我们越是渴望 这种最高境界 就会越快达到 每个人最后 都会达成的 我确信 今天在地球上的 大多数人 将可能花数百万年 但是 我们中任何一位 有意识地寻求解脱的人 在今生都能做到 上帝的恩典 总是在那 所有那些 在我们之前 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一直在对我们 闪耀着完美的意识之光 任何时候 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都可以获得 巨大的恩典 然而他们没有权力 强加在我们身上 为了收到恩典 我们必须自己打开 我们需要恩典 因为今日的形式 是人们在相对较低的状态 我们非常确信 我们是一具受限的身体 并且出于习惯 我们紧抓着这一点不放 所以放下这具身体 并不容易 因此 我需要这些 我们眼中已逝去的 圣人们的恩典 其实在他们看来 他们仍然在这里 当我们意识到 他们仍然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他们 并与他们 以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 交谈 如果我们只是部分的 接纳他们 我们能在梦里 或者幻想中 与他们交谈 我们会见他们的方式 取决于我们 对他们的接纳程度 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 相信他能和耶稣 去餐馆吃饭 以你所相信的方式 你也能与我一起 如果你有那么高的接纳度 那么你真的就能够做到 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 知道他进入了这个房间 他了解我们的平均接纳水平 如果他突然以一具物理的身体 在这房间出现 我们这房间的大多数人 无法接受 因此他没有这样做 他来的方式取决于 我们对他的接纳程度 他对我们这的一些人 发出了信息 然后这些人 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 不管怎样 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了 我正在试图表达的关键点 是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自己 去获得大师们的帮助 耶稣和伟大的圣人们 想要我们每一刻都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完美 他们不能强加于我们 但他们一直在向我们伸出他们的手 在心中记住这一点很好 我们更多打开我们自己 就可以获得帮助 提问 你怎么样请求和接纳那种帮助 回答 你必须接受耶稣仍然像我们一样活着 并有能力像我们相会一样与你相会 然后事情就会发生 你必须打开自己 帮助总是会给你的 提问 有什么可传达的 回答 是的 但我不能给你 那对你来说太高了 针对你对他的接受程度 我给你大致的原则 不要期望他不像耶稣 因为他也不愿那样 然而他能以非常卑微的人形出现 他都是无所不在的 他能在任何时候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并对他说话 提问 他会像基督一样 不会伪装吧 门口的乞丐 回答 不 唯一的伪装是我们放在他身上的 他永远不会伪装自己 他想要作为基督被认出 那不是他的名字 那个叫耶稣的人有基督意识 我们必须接受他和他的非常谦卑 随和没有名人架子的意识 提问 你可以定义一下谦卑吗 回答 是的 最伟大的谦卑是臣服 不是我 而是你 不是我 而是天父在通过我运作 我做的任何事都是上帝在运作 我不是作者 这是小我的臣服 小我是一种分离的个体的感觉 提问 如果你臣服于你自己是一个个体 那其他人呢 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 我们把其他人当作我们自己 并且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 谁是其他的人 回答 从你现在的立场来看 其他人应当与你无关 唯一与我们有关的是我们做什么 对我 我不在乎你对我的态度 你可以用你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来恨我 但极端重要的是我对你的态度是什么 当你正在恨我时 我愿意完全的深深的爱你 这样你会理解你的问题的答案 并且你将明白只有一体性 当你分裂开来 然后问这一体性发生什么了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 当你爱的时候 并且仅仅只有爱的时候 我们正在使用宇宙中最令人惊叹的力量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伤害我们 如果我们能只是爱而没有任何恨 我们永远不可能受到伤害或者遭遇不幸 当你在全然的深深的神性的爱里面 你永远不可能被伤害 只是爱没有任何其他 没有一点点的恨在里面 这需要转另一边脸过来 爱你的敌人 这就是这种爱会表现出来的 提问 爱是理解 回答 当你完全的爱 你就能完全的理解其他人 爱是理解 意思是与其他人等同 成为其他人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想要他人拥有他所想要的 以他人所想要的方式来爱他 提问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 回答 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那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人能对我们做任何事 没有一个人能为我们做任何事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一点 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中决定了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提问 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想法吗 回答 正确 并且那是可以变好的 提问 当你说理解是 你的意思是逻辑意义上的理解 还是你的意思是指 毫无疑问地接纳 他们为什么做事情 而且无论事情的好坏 无论如何都作为一个整体 接纳他们 回答 作为一个整体接纳 但真正的理解 需要知道宇宙和世界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某人做了错事 我们必须知道 这是一个好人 做了不明智的选择 他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上帝 能明白我所说的吗 这就是理解 提问 在他的头脑中 那就是幸福 对吗 回答 是的 他正在用他所知道的方法 寻找幸福 甚至是希特勒 在他的头脑中 也是在做正确的事 因而不应被恨 反而应被爱 他想要成为 他真正的自然本性 这并不意味着 认可他的方式 不是这样 不论我们认可 或不认可他的方式 爱恨与不认同他的方式 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爱每一个人 看到他们只不过是不明智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宽恕他们 他们像一个不理智的小孩 最高境界是像基督一样 平等地爱每一个人 第十五章 永恒幸福之要 我在此所说的是想告诉你 保持恒定的幸福的关键 我知道有几个人 他们的幸福水平在下降 而不是上升中 这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更快到这里的原因之一 你看 当你的状态在下降中 并且很紧张时 你以为事情很严重 我不能很容易地与你沟通 另外 如果我来了 你获得鼓舞 并且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 你会说这是我做到的 这会发展成依赖关系 这是不好的 你能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 你能拥有 成为 或者做任何你愿意或渴望的 当困扰持续时间足够长时 你感到厌倦了 无论如何 你都会放下它 然后你就做到了 当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就做到了 这非常非常好 这个小团体想知道的是 如何保持这种 新建立起来的幸福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 都保持着这种状态 我们可以的 所以我想我会给你一些了解 或获得了解的关键 这将有助于您拥有完整的幸福 好 那么关键是 当你了解到 当你真的知道幸福是什么 那么你就能够拥有幸福 然后你就能更多的 更多的做到 直到任何时刻 但关键是知道什么是幸福 当你知道它是什么 你就会在它所在的地方 而不是在它不在的地方寻找它 在它所不在的地方寻找它 这导致了你的状态下降 对我目前所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关键是知道幸福是什么 然后你就能直接向它而去 没有意识到幸福是什么时 想要持续的拥有幸福是很困难的 所以当你领悟到幸福真正所事 若你变得痛苦 你就会转到正确的方向 并且拥有幸福 那么什么是幸福 许多人称它为快乐 其实快乐并不是幸福 快乐只是逃避痛苦 许多人所称的幸福 是通过交际和娱乐 逃避它们的痛苦 这真的是逃避而已 它们不能和它们自己的念头独处 它们不得不跑向一部电影 夜总会 拜访他人 通过这些行为 使它们不用面对它们自己的念头 当它们的头脑远离了它们自己的念头 它们感觉好一些了 然后就称之为快乐和幸福 所有娱乐真的就是这样 一个幸福的人不需要任何娱乐和交际 它是满足的 然而当你变得自由 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 你更能享受娱乐表演 因为你从对它的饥渴需要中解脱了 我将要谈到的幸福 不是逃避痛苦的这种 而是指真正的唯一的幸福 这是一种源于成为你的真我的喜悦 我们越成为我们的真我 我们越会感觉到喜悦 喜悦的感觉是一种圆满达成 它不是因为外在的那些 和我们有关的事物或者人 这种圆满是通过使那些渴望获得人或物的念头 平静下来而达成的 当我们让这些念头平静下来 我们感觉到更多的真我 因此而更幸福 越让头脑安静下来 我们越是紧紧存在着 越驻流于真我中 我们越能感觉到喜悦 很重要的是你得亲自领悟到 你越能让你的头脑安静下来 你就越幸福 做这个是很好的 去做实验直到你领悟到它 无论喜悦是什么 它总是让头脑安静下来的结果 因此而感到幸福 领悟这一点 你将开始放下那些 把幸福依附于人或物的想法 你将开始领悟到喜悦 仅仅是驻流于真我中 当你发现这一点 你将不会再到 没有喜悦的地方去寻找喜悦 你将会立即放下 并且仅仅只是存在于当下 最后你到达一种 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物 都幸福的境界 你只是任何时候都在幸福中 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吗 我猜在理智上 每个人都明白这点 无论你是否通过你的心灵之眼 明白了这一点 你都可以首先在理智上 明白这一点 然后做实验 彻底的检验它 然后你将发现就是这样 每次你感觉到幸福 你的头脑都是平静安逸的 而你以为存在于你之外的人 或物中的 其实是在你之内 让你的头脑安静下来 才能让你更多的 驻流于真我中 那么当你明白这一点 你不再被困扰 因为当你变得不幸福的时候 你将知道在哪能重现你的幸福 提问 那是在自己之内 不是吗 回答 是的 不过首先得意识到 幸福不是外在的人或物 而是平息对人或物的渴望的念头 这将允许你进入内在 仅仅存在于你的真我中 换言之 只是存在于当下 当你的头脑关注于外在的事物 你不是存在于当下 你被外在的东西所牵绊 所以我说关键是领悟到这一点 你的幸福是让你那想要满足 渴望的头脑平静下来 平息那渴望获得外在事物的念头 允许你只是存在于当下 当你真的在自己心里领悟到这一点 你就能直接做到了 没有获得这些人或事物时 你能放下这些念头 并且立刻就在幸福中 首要的是你要朝着幸福 真正所在的方向 就是在你之内 而不是在外面 通过这种方式 你建立一种持续的幸福的状态 弗兰克 我有告诉你一些新的东西吗 看 在此之前很多次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 但现在对你们来说 还像是新的一样 提问 你是告诉过我们 但之前并没有被接受 回答 嗯 以前这只是一件理智上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关联 然而现在看起来像是新的 但是到此为止 我总是感觉好像我在不断说同样的事情 从这一面 从那一面 又从另外一面 但总是说的同一件事 然而除非你用你自己的心灵之眼明白 除非你意识到它 除非你实现它 否则它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提问 听起来好像你在说 我们不应该渴望汽车 我们不应该渴望家 我们不应该渴望妻子或者情人 我们不应该渴望任何东西 而是变得一无所有 回答 除了最后一句 其他都是对的 你成为所有的一切 而不是一无所有 变成一切 因此你一无所需 渴望是缺乏和分离的意识 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如果你是一切 所有全部 你一无所需 看 对于你刚才所说的最后一部分 一切才是正确的 只是反转一下就对了 好吗 提问 如果我们变成一切 那么我们变成妻子 我们变成这个世界 我们变成每一样东西 而不是分离的我们 我们变成了另一个 回答 这是所有感觉里最好的 当你成为另一个人 这是最高层次的爱 这是对爱的最高形式的定义 换句话来说 你认为他没有摔坏碟子 是我们摔坏了碟子 他没有花钱在衣服上 是我们花了这个钱 这是最高层次的爱 提问 我变成汽车 然后我就不渴望汽车了 或者你变成了一切 你变成 回答 现在你将不得不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你将不得不亲自去达到这种状态 当你变成一切 并感觉你一无所需 那么一个对某物的微小的想法 这样东西马上就会来到你身边 提问 渴望就是我还没有得到 回答 是的 你创造了一个虚假的缺乏 你创造了一个谎言 如你所说 我没有得到 渴望导致你感觉你没有 渴望导致你没有 释放渴望 接着你就会感觉到你有 这导致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提问 如果我看待这世界 就好像我正在写一本小说 并且说我是一个角色 我是在我的故事里 创造了所有这些人 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方式 不是吗 我创造我的困难 我正在写这个故事 相反的 我应该说我是力量 然而为什么糊涂的创造了限制 我不需要的 因此我停下了 但是当我不创造时 我拥有什么呢 回答 当你不创造时 你拥有什么呢 你真正想要的任何东西 我们的纯粹的存在本质 提问 我拥有平静 回答 是的 你是所有 一切的事物都在你之内 以这种方式去感觉 会让你完全的平静 提问 直到电话铃声响起 然后我又回到我的习惯中 回答 不要允许一个小小的铃声来摆布你 再一次 我说我们每一个都必须亲自去实现这一点 当它做到了 那么幸福就能够永远固定下来 因为你在幸福所在的地方寻找它 而不是在它不在的地方寻找它 在人和物中是没有幸福的 幸福是我们的基本的自然本性 幸福是我们的完全属于自己所有的存在本质 当我们仅仅只是存在当下 我们就是无限的幸福 是的 当我们只是存在于当下 没有别的 我们只是无限的幸福 提问 换句话说 当你拥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像你有一辆汽车 为了获得喜悦的感觉 你使用汽车 但你不执着于它 因为如果你执着于那辆车 那么这执着会抓住你 让你感觉必须得为它负责 回答 是的 执着越深就越不幸福 同样的 越是讨厌抗拒就越不幸福 执着于任何东西都是不自由的 你能拥有它 但不执着于它 执着于它们 你就得把自己丢到不幸中 提问 现在 当你存在于当下的状态中 这并不意味着 你是从一个点 漂浮到另外一个点的神灵般的存在 这意味着你是在那种了悟了真理状态中 因此不必再经历 小我所堆砌的各种习性 回答 是的 那就是知道你的无限的存在本质是永恒的 并且永远不变的 然后 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触动你 你看这个世界就像是虚幻的 一个梦 你观照着它 你生活在没有任何执着的状态中 没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扰乱你 你拥有无限的宁静 和始终如一的喜悦 提问 当我试图向人们解释这一点 他们认为我变成了影子 或者每个人都看不见了的东西 诸如此类 回答 一个完全觉醒的人 与一个没有觉醒的人 活于世间 唯一的不同在于 他看待一切事物的观点 一个没有觉醒的人 定义自己是一个单独的 受限的身心集合体 一个觉醒的人定义自己为 一切所有 每一个存有 每一个原子 并且把他们当作他的真我 他把所有一切事物的存在本质 当作自己的存在本质 提问 因此不从任何已产生的事物中 获得喜悦 回答 不 你的根本的自然本质 就是喜悦 你不用从已经产生的事物中 获得喜悦 你的基本的自然本质 是无限的喜悦 那是你的自然状态 不需要去获得它 提问 那么存在于当下永恒的喜悦状态中 回答 是的 只要你不把它锁定在某人或某物中 它一直都在那 但如果你说 除非你做或者拥有什么 否则你不能拥有喜悦 你是在限制你的喜悦 自然的状态就是无限的喜悦 这是真实的自然状态 自然的状态是当下无限的存在 但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叠加了很多限制的 需要的 贪婪的 厌恶的观念 这遮住了自然的无限的喜悦 如果一个人绝对的什么都不做 他将成为这无限的存在 他将仅仅只是一个关照者 提问 但你仍然能够进入一天的辛苦工作中 回答 哦 是的 你仍然像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着 提问 但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回答 对 你看事物的眼光不一样 你看你自己更像一位观照者 而不是一位作者 提问 那是达到一种超然的心态 有时是很可怕的感觉 回答 那是一种很美的感觉 不是吗 你不习惯于它 所以才觉得可怕 当你习惯了 就是可爱的 而不是可怕的感觉了 提问 莱斯特 这是真的很容易吗 只是我们把它变得困难了吗 回答 是的 你是对的 所有你的困难 都是保持着你的限制 你把各种各样的限制 混合在一起 并且保持着它们 在你的念头里 这就是你的困难 你必须释放你所有的念头 每个念头 在它里面都有限制 丢掉你所有的念头 那么剩下的 就是你的无限的幸福 你的存在本质 然后你将了解到 发现你是一个 拥有无限幸福的 无限存在 就像是发现你是男人 还是女人一样的容易 是很像是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的 让我太会